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路过一条小溪 虽然不知道名字 但是闭上眼睛 你听 这就是自然的声音 从城市到山野 从村中到西流 不用去想工作是否已经完成 也不用去在意争容是否完美 不为赶路而赶路 不为旅行而旅行 不予暖冬的阳光 清凉的心水 还有温暖而又自由的情风 可以因为一片白泥 一种小草而终究 此刻 我就是我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椒伞 花椒伞 一个人一台车开到山顶 开远方的山和山脚的城市 什么都不用想 往往放空才自己也挺好的 行车近远 身边的风景也由暖冬的黄色 变成了营妆点点 来自南方的孩子 很少有看见雪的机会 这次没有让人失望 谁冲着放的东西没有水 今天我来滑雪了 在陌生的地方 遇见美丽的风景 寻回久违的自己 不正是旅行的意义吗